《闪电游游班》 大家好,我是沈年游游班的 founders 谁是班级《见adi》你 sele Uk 穿税衣粉最时珍可 来几期说让个位置来让个位置来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说我自恋了 因为我喜欢穿睡衣服 然后我每天都会开心 它里面是我的 然后每天心里上都可以了 这个不要说 这些汗都在触碰 然后东宇市会给自己做手术的人 就是直斗 对 他会给自己轻斗 然后每天有一套特别齐全的设备 对着镜子开始斗 然后开始给自己做一个小斗 斗了 很精细的活 对 A.J.就是护肤 对 护肤很保养 A.J.哥保护牙齿的工序非常的多 要有问题 谁是班写的 就有别片 3 2 1 我要说两个 我也说两个 A.J.哥进班的第一句话 你的最爱是 真的不喜欢屋里太多 然后他不仅床上乱 然后他每次说到这个问题 他要叫我们去台湾 就让大家看 如果是真实来说的话 现在我们班就是床上 还有就是自己 卫生个人最干净的应该是 对 他的床也改变 然后他会说 发行的 谁是班写的 有团息 3 2 1 来吧 因为那些都怕羊 所以我们每次都会尝尝一下 谁是班写的最上限的 3 2 1 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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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就还行 但是 尽头特别 给他自己来 你们这间会商业会 一般都是一块特别的 对 星辰是每一个人都夸得一毛 对 也夸得特别的真诚 对对 你好可爱 你好帅 因为我曾经亲眼见证就是我睡上库吧 然后我在上库的时候可能没有发现我 就听到他对杨总说 杨总你知道我还是是我心中的 他不玩的 然后来没隔多久 他又突然对东宇说 东宇你知道吗 你的长相在我这边真的像是他不玩的 然后我坐在上面想说 这不错 然后相互爆料一下吉普的小区号 或者某些不为人是个小女人 这些就是睡觉的时候学而包个小枕 那个枕头上面的小拉链 你摸得怎么起 你摸那个小拉链感觉很安全 你真的是出错 华迪哥有一个 说小匹豪就是 他喜欢穿拳击的拳击的那个裤子 然后我也不理解为什么 然后他每次在房间都是穿一个睡袍 然后里边穿一个拳击的裤子 他就会这样穿那个袍 然后手擦那个袍里面 然后在上面去补股 然后就会这样 这是干嘛 比如说杨帆今天你拍的真好看 如果可以跟你们的拉小手 会怕升级 你会最长的情况 我想要张鹏的 然后我就 我个人 我想跟杨冰走 我也是想姚 是的 因为 因为第一是身高 可能那个 第二是她的颜值 对 颜值很高 我忘了 我就是我 就是一样的 班级是谁最公认的颜值担当 公语 搞笑担当 女生成吗 还有华帝 当团队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方法来达手机的 投票 对 大家就是学生 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有没有最不能接受的东西 比如说破音跳作动作 摔挡 裤子开裂 或者其他个人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 破音 对 摔挡没关系 她说这有可能接受 我不能摔倒 因为我觉得 摔倒 很糗 对 我没办法就摔倒 但破音我觉得难免 我比较担心在舞台上 就是 大家都跳得很整齐的时候 就我一个人跟大家不一样 或者站的东西就偏了 担心观众舞台 担心破音 因为觉得破音很尴尬 然后每个人都一句话 安慰在自己 现在说 就是 警组上落了一个对手之后的话 而我的意思都关注人 对手 对手 我都关注时间了 你都在来试着什么 就是 我 我会一直对你笑 还好对你笑我这样子 我来那个节目的时候 我就说我住钢房那 我的家里没有放 但是我比保障 之前都能在钢房 所以希望能够想逛 我觉得我是一个 能给你们带来快乐的人 所以 跟着我应该不会太难过 对 其他的都不太担心 因为我觉得什么 裤子开练 就不太理想 不可以 不可以 你要我刚刚想的一个的话 忘了 有点狂 想一想 想一想 我 就不太理想了 我 就不太理想了